稍等 怎麼講成日文 他們在教我韓文 我是要跟你說 我最近真的太忙了 所以小姨的那個民宿 這裡是食堂 我現在不想念書這些 為什麼 但是 小姨的民宿 和方老師有什麼關係 沒有關係 不會 還不知道吧 你不是很忙嗎 很忙你就不要管了 我會跟小姨解釋的 行 那你幫我跟小姨說 我會拖延一點 但大概一個禮拜內 你不要說了 那算 所以王老師是在說 小姨最終採取了她的方案 她不是就在餐巾紙上 隨便畫了幾筆嗎 是這樣 因為我們那天吃飯的時候 真的沒有紙跟筆 所以我就隨手拿了餐巾紙 就跟服務員借了個筆 所以就